楼换楼的安排有几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楼换楼的目标 是为在2011年2月24日后启动的重建项目 为自住业主提供现金补偿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第二,无论是现金补偿或者是楼换楼 都是用假设七年楼零尺价为计算的基础 安排楼换楼的用意不是要提高自住业主的補偿水平 第三,选择楼换楼的自住业主 必须先在市院局向业主发出首次收购建议 期限内的接受了其物业的收购价 以后我希望简单地介绍一下楼换楼先渡计划 实施的主要方向 在楼换楼的先渡计划中 自住业主可以选择的单位 包括原子重建的新单位 或者启得的新单位 当自住业主收到善局收购 他们的旧楼单位的信件时 会同时得知旧楼的收购价 同时也知道 楼换楼单位的实用面积 单一尺价 这个楼换楼的尺价是锁死了的 就算几年后 物業的市道上揚也不會改變 不會令到自住業主失去預算 這樣業主就可以清楚了解現金或者樓換樓的選擇 選擇原子樓換樓或者啟得樓換樓的自住業主 善局會在業主舊樓的收購價中 扣起一筆款行 作為認購樓換樓單位的保留金額 扣除保留金額後 善局會將餘下的收購價發放給業主 當原子或者啟得單位取得預售同意書時 可以供發售的時間 善局會以抽籤的形式決定選樓的次序 假設一間五十年的舊樓 按照同區七年樓基準 給自住業主的收購價是每一尺六千元 舊樓實用的滅積是五百尺 業主可以得到的現金補償應該是三百萬 原子樓換樓的單位會是全新單位 假如樓換樓的單一尺價是每尺七千二百元 而自住業主選的樓換樓單位 實用面積也是五百尺的話 這樣他如果選擇原子樓換樓 他就要付出三百六十萬 差價是六十萬 放鬆 直接說高空發展權沒有了 而街坊是不願意走的 這個是基本的人權來的 在一個這樣的大前提裏 街坊是不需要補差價 如果它一定要街坊補差價才可以換到新樓 其實它已經是謀取暴利 其實一個主體法案是哪裏 如果市區重建局 譬如你說補錢給你用現金補的話 都是補同區的七年樓零的物業價值給你 如果你說樓換樓給你一間新樓 你不用補差價這裏似乎說不通 外面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原來你的物業都是四層高 或者六層高的物業有高空發展權 而市區重建局就吃了你的高空發展權 還有市區重建局欲欺負年樓零的價值 買你的樓是買你的舊樓 不是買你的市區優質地 而樓換樓其實相對來說 你可以這樣說 開頭可能居住的單位也不是很多 還有時間會比較長些 因為基本上你建樓都要兩三年的市 三四年一次 三四年最快 就算你拿庫地拿來建 可能都要幾年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空間的時間 可能有些居民覺得 你怎樣安排我去園區安置 你又可能需要你出去自己先住 又要給三成的首期 但因為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一些所謂的 其實我們都是跟回市場的做法 三成首期 令到你覺得你有誠意 我們如果是私人市場 如果要收購一個舊樓 那當然是有重建空間 有錢賺才會做 當然 我們不是做善事 既然有 正如May姐說 我們高空裏面有發展 可以有的話 例如一個物業 現在只不過是十萬呎的樓面 將來我們重建可以去到三十萬呎樓面 那我一定是有錢賺的才做 除了建築費、補錢給業主之外 如果我們遇到一些業主說 我真的不想賣樓給你 你給多少錢都不賣 但我想買一間樓 我將來重建後給你一間樓 我們現在 計算數數的方法下 我們會怎樣呢 是會要給一些低層的 因為通常來說 他們不會給你高層的 高層我們賣的貴一點 賣十樓以下的 方向可以入你選 差不多的面積給你 我甚至乎還有一些 我計算一下這條數 如果給你一層樓的話 我們還要補償 你在我們重建的期間裏面 你要搬出去住的話 我們有一個租金的補償 不可以說你租十萬元一個月 給你十萬元 我們計算數 一定會這樣計算 那是六千元呎 你為何重建那裏要七千二元呎 那不是價錢來的 如果是假設的話 你收購人六千元 你便起回六千元呎 給別人不用補差價 可以嗎 那就是價樓 那這個也是好提議的 是的 樓換樓其實是有很多個不同的方案 它可以在同區買一定一些七年樓齡的物業 同等大小 它們便即時可以離場 大家都不在錢裏面斟著 還有就是 例如像觀塘那樣 其實它可以分四期重建 而四期的重建 可以先做了一部份 有些要求 不走 不要錢 留下的 做了一期 便可以先去第一期的樓換樓 舖換舖 這個問題是有的 有很多真的可以做到的空間 我們在它重建這麼多年 叫做接近十年了 為何我們給這麼多意見 它完全不接納 只是接納三個字 樓換樓 是的 我們待會回來聊一下 偷回姐 我請就請看 我們幾乎 最後一次 尖叫做鑰匙 看 為何